2022年新年已經來到 雖然世界各地食用菜式的細節不同 但是總的主題都是一樣 以美食迎來新的一年 接下來和你分享世界各地的一些新年飲食傳統 Cobin-John是美國南部新年的主要食物傳統 是一道豬肉味的官豆和黑豆加米飯 官豆說黑豆象徵硬幣 這道菜經常搭配乳衣甘藍 或者其他主熟的綠色蔬菜和粟米麵包 據說這道菜可以在新的一年帶來好運 在西班牙 按照傳統 西班牙人會在跨年夜的鐘聲巧響時 要食十二粒葡萄 每一粒葡萄代表一年中的一個月份 在奧地利和德國 在新年隨即夜狂歡時 會喝一杯加肉桂和香料的紅葡萄搬翠酒 晚餐是吃乳豬 並用杏仁糖製成的小豬裝飾餐桌 稱為杏仁餅豬 由各種東西製成的好運豬 也是奧地利和德國常見的新年美食和禮物 在日本家庭中 跨年夜 家人會一起吃蕎麥麵 即高別過去的一年 迎接新的一年 長麵條象徵著長壽和繁明 徐年糕 也是日本準備過新年時的一項重要傳統活動 用來機構平安健康 繁明昌盛 在意大利 新年隨即的宴席 通常是以傳統的香腸和扁豆燉菜開始 在某些家庭中 還要吃豬腳 意大利人認為豬能夠帶來好運 小扁豆扁扁平平是淺的象徵 兩樣食品做在一起 會令到來年財運多多 為了